為了解釋金流怡雲 民眾黨特地開記者會公布 第一階段查帳結果 但這一筆大選過後 一月二十六在SOGO百貨 花七十萬的帳目引發質疑 那如果是禮券的話 又很敏感 阿扁總統的時候也曾經發生 這個SOGO禮券案的問題 儘管民眾黨售出申報 明細解釋七十萬元 確實是用來買SOGO禮券 用途則是作為員工福利 但不只政治現金支出遭放大 檢視就連募款收入也被質疑 怪怪的 日前上專訪 不只柯文哲自豪小額捐款數量驚人 不過替柯文哲製作小屋的立頂公司 去年底捐款給柯文哲 近半一萬八千七百六十八元 攤開政治現金申報 卻找不到立頂這筆金額 但這麼巧當天有連續兩筆入帳金額 總金額完全相符 另一筆立頂的兩萬四千八百四十元捐款 似乎也用了類似方法拆成三筆帳 背後目的起人疑鬥 超過了一萬元以上不能用立名 再者他的備注上面其實都有寫上立頂公司 所以他單筆進來這一筆的一萬八千多 就只能開一筆 而且名字一定要是立頂公司 把它拆成兩筆 是因為他本來公司是不符合政治現金法的 捐款的規定嗎 是要規避什麼 是否刻意將捐款金額拆成多筆申報 民眾黨截稿前尚無回應 但若屬實不只有違反政治現金法疑慮 也讓外界質疑 其餘的十多萬筆收入 是否也有類似情形 三立新聞 黃成本 讓我們覺得一台報導